2001年 一位老人在儿女们的陪同下来到医院 儿女们说到老人这段时间经常头疼 一开始以为是年事已高 身上多多少少会有点不舒服 可随着犯病次数的频繁 不放心的他们决定 带着老人来医院看一下 准备进行一个全身的检查 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检查之后 医生的一句话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请问老爷子是不是曾经上过战场 仅仅一句简单的话 让老人的儿女们很是吃惊 因为老人打过仗这事并没有给外人说过 为何医生会知道这件事情 原来在医生对老人的脑部进行检查时 发现老人脑部竟然有一个子弹一样的异物 经过全方位的辨别 老人脑子里面确实有一颗子弹头 这瞬间让在场的医生们感到不可思议 医生从业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 因为人脑是最脆弱的地方 这个地方重担一般活不长 老人竟然还活着 经过与家人的沟通 医生们原本想要进行开颅手术 将老人头部的子弹取出 一次性治疗好 不再让老人忍受折磨 可后来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 手术的风险太大 最终还是停止使用手术的方案 而是采用了保守治疗 争取让老人不再那么难受 尽管如此 老人在坚持了19年后 95岁的老人还是因病去世了 在火化时 子女们提前告诉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老人的头部有弹片 一定要注意一下 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不仅仅头部有一颗子弹 而是腰部也有一颗弹头 这一下子让他们很是吃惊 随后他们立马联系警方 希望能够调查一下 这另外一颗弹头的来历 警方在收到信息之后 立即展开调查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老人曾在战场上身负重伤 由于当时的医疗设备不足 并未检查出另外一颗弹头 这位老人名叫李景胡 1924年出生于河北省普通家庭 家里兄弟姐妹五人 七口之家的生活非常贫苦 不过好在家里有两台织布机 平时可以挣钱救济家用 正是因为这笔收入 也让李景胡顺利地来到了私塾读书 虽然家里的经济并不富裕 可是父母依旧坚持将他送去读书 希望他可以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可是好景不长 李景胡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 就注定他很难安稳地读书 由于家乡受到影响变得动荡 使得原本不富裕的家庭变得更为贫困 没有办法 李景胡只能跟着父母进行逃荒 在逃荒的过程中 他们一家随身携带的粮食 很快就用完了 所以一家人只能边逃荒边要饭 对于没有任何收入的家庭来说 想要凭借一己之力养活五个孩子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所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父母只能将妹妹卖掉来换取粮食 即便李景胡内心中也非常痛苦 可在当时的年代里 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最终李景胡家也成功渡过了难关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盼望的福气还没到来 1937年 日军对我国展开了丧心病狂的侵略 李景胡的家乡也遭到了日军的扫荡 同年12月 我军一个游击队在博士庄村驻扎 不曾想队伍中出现了汉奸 因为告密的原因 被鬼子带着汉奸偷袭 当时游击队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鬼子摸了进去 为了逃出包围圈 他们奋力拼杀成功突围 可一部分士兵 最终还是惨死在日本鬼子的枪下 而很多无辜的百姓也受到了牵连 遭到了日本鬼子的围杀 博士庄惨案震惊全国 多方冲击之下 李景胡终于忍耐不住内心的怒火 四处奔走之后 他找到了我军的队伍 尽管当时李景胡不过14岁 还不到参军的年龄 但工作人员架不住他的苦苦哀求 只好将他安排到队伍当通讯员 他天资聪颖又十分痛恨日军 因此将这份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在部队中 李景胡主要负责部队内部通讯 将上级的命令传达给下级 维护线路安全等一系列的任务 相比于前线的战士们来说 我们可能觉得通讯员会比较安全 他们不需要在正面与敌人对枪 可战争不像游戏 对于任何人来说 随时都会有灭顶之灾 在一次传递情报的过程中 他正好遇到日军的排查 这一次他没能躲过去 结果被日军抓了起来 尽管遭受了各种严刑拷打 但李景胡一口咬定 自己是农民 和我军没有任何关系 眼看日伟军们 就要气急败坏地处死李景胡 正好村长在此经过 他知道李景胡的真实身份 又不忍心看到这个无辜的少年被处死 便动用各种关系 从凶恶的敌人手中救下了他 尽管李景胡身受重伤 但逃出来之后 他的内心只有狂喜 再次回到队伍后 李景胡形势更加谨慎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李景胡跟随着大部队 加入了抗美援朝保驾卫国的行列 在他们刚抵达朝鲜境内时 便遭到了极为惨烈的一战 铁园阻击战 那是我军发起的第五次战斗 由于后勤力量不足 我军决定收缩战线准备后撤 但因多方原因 导致撤退时发生了混乱 联合国军趁机将战线不断向前推进 他们想要抓住我军的慌乱 一举拿下我军 为了阻挡联合国军的猛烈攻击 我军精心设计了战术 将部队打散进行多点协同作战 埋伏在多个关口 而李景胡的任务 就是保证我军各个关口之间的通讯流畅 当时已经成为连长的李景胡 明白这一次的任务有多么艰巨 因为这是一条宽约25公里 纵深约20公里的战线 而在这条战线上 通讯设备极为复杂 我们都知道在战争中 线路被敌军摧毁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一场战斗下来 通讯一次不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时敌人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 他们会第一时间炸掉通讯设备 这样指挥官就没有办法指挥作战 群龙无手必乱 能够及时了解战场上的情况 对于指挥官来说 通讯是最重要的一环 为了圆满地完成这次的任务 李景胡日日夜夜带着通讯连的战士们 守候在战地上 通讯线一旦线路出现问题 他们就会立即冲向前线修复线路 这场战斗 他们坚持了七天七夜 最终保持了我军的通讯畅通 铁园阻击站在坚持了13天之后 最终也获得成功 而在这场战斗中 李景胡同志因为保持通讯顺畅 也被授予了三等功 一转眼间李景胡在朝鲜战斗了两年 在这期间 他一次又一次地连接各处通讯线 还总结出来了一套章法 1953年5月 这时的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 四周的硝烟如同乌云一般 让人难以看清前方 此时 李景胡身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战场上 天空中时不时地也会有飞机呼啸而过 就光听到飞过的轰鸣声 就能令人一阵哆嗦 因为敌机永远都会携带着数不清的炸弹 而每当他们放出照明弹的时候 通常会将整个战场照得如同白天一样 同时敌人也会疯狂地向我军阵地投放炸弹 如果被炸弹炸到非死即伤 但是为了保证通讯的流畅 他不得不趁着夜色 偷偷摸摸地去检查我军的通讯电线 不过在朝鲜战争已经作战两年的他 早就习惯了现在的生活 而且摸黑去检查通讯线路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虽然说现在已经接近战争的尾声 美军迫于压力 已经开始与我方进行停战谈判 但是在三方谈判的过程中 美军还依然时不时地派出飞机轰炸战场 似乎想要将自己的愤怒全数宣泄出来 这时形势谨慎的李景胡 慢慢地向我方通讯电线靠近 但没有想到的是 天空中的敌机从远处飞来 向他的所在位置投了一颗炸弹 只听见轰的一声 他被炮弹的冲击力炸飞 一瞬间失去了意识 队友就下浑身是血的踏实 发现他还有一口气 便立即将他送去了战地医院 等到他康复之后 他想要重新回到战场上 但是由于这一次的身负重伤 导致他已经无法在部队中服役 1955年在授贤仪式上 因为他之前的出色的表现 李景胡被授予了少校军衔 后来李景胡觉得自己留在部队 不仅不能给予组织提供帮助 而且自己还给组织添麻烦 于是他便主动选择了退伍回到家乡 回到家乡之后 他并没有告诉子女自己的过往 因为他在看来 他只是尽到了一个军人的职责 并不值得大肆宣扬 每当子女问他 为什么每次下雨天 他都会感到难受时 李景胡也只是选择闭口不言 这也是后来他的子女不清楚 父亲骨灰当中为何会出现子弹的原因 随着时间的流逝 李景胡也不再是当年那个年轻的他了 特别是在2013年的时候 他因为一次意外的事故 摔伤了腿 就不得不握病在床了 他的头脑也逐渐变得不太清晰 经检查他患上了老年痴呆 2020年 李景胡与世长存长辞 这一年他95岁 虽然英雄已经逝去了 但他的精神依然常在 在此 向所有的抗战老兵表示 我们最崇高的敬意 感谢内容